我们继续 嗯 来的正好 本军有求与世人 毁灭作物 嗯 世人请等待一小时五十九分再回来 没有钥匙啊 诶 那小孩子在这里哦 姐 你好吗 你呢 你好吗 我很好啊 既然还敢跟我说很好 错小子 有点寂寞 你要一起玩吗 一起玩 嗯 就 就 就像以前那样 啊 你知道的 又来问我问题 我的天啊 哪里自信 他竟然还在坚持着 我们看去一点吧 来 跟我说你要什么 我 我在找一些我画过的图 你 你能帮我找回吗 你 你能帮我找回吗 这张图 这么眼熟的 淋浴的图 画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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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真的 真的吗 啊 不然 那些画长什么样 这是 一 只是 只是些我失去的图 如果你看到的话 帮我收着 它们差不多 像这一 这张一样 你 你把她画的图 给了信银看 好的 在哪找 就在信银开口 问的那一刻 小孩子突然消失不见了 啊 啊 故事模式 先找画再看故事吧 我们去帮她找一找 这个画 好的 那我们 去 找画 后面可能有东西哦 好的 东西在哪里呢 这是 没东西 要带 工具箱才可以打开 找到了她的话 好的 这个箱头 是 有东西 有东西卡着 工具箱才可以开 好的 又是这个眼睛 是个箱头 哦 哦 是个符咒 可能有东西 有个工具呢 跳起来 后面可能有东西 没东西啊 清神布 好的 我们来打开它 打开了 打开了 钻石 没东西 没东西 没钥匙 没钥匙啊 精神布在哪里啊 没钥匙 有东西吗 又看见超 啊 回去了吧 好的,猛威回来了 小女孩呢?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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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有什么用呢? 好的 到底要多少胶片啊?我也不懂啊 好的 25幅画 这也未免太太多了吧 手机本来都有啦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故事 好的,我们就开始故事模式 赢了可以 赢就是第六章 就是故事模式好像是 倚瑩 十分钟 得到几点阿? 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还不起来 几床?是谁呀? 这声音 是 嘿 期末考试不是就快要到了吗 这是 妈妈 姓银 你知道的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咦 好吧 不然就这样 如果这次考试你成绩考不到的话 我们就 对了 我们就去吃冰淇淋吧 那间你一直想 那间你一起起的冰淇淋店 妈妈就给你买那最大桶的 你觉得如何 经过两个星期和她的朋友配分 一起温惜 一起苦涂 幸运成功在五组往年四题上 都得到满分 哇 学霸来的 想不到这个女主角竟然是学霸 明天就是考试的第一天 好紧张 明天的试卷是 嗯 数学 啊 幸运你真是个大方鼠 我完全忘记了温惜数学 如果可以 时间可以重来就好 考试结束几个星期后 成绩终于出炉 虽然整体的成绩都刚好通过 但数学那一块就 哈哈 数学就算了 配分也是忘了温惜 哈哈 至少有人陪我 妈 你看 你看我的成绩不错吧 妈 你看 星银 他是不是在做梦了 还是什么 你又在做十八日梦了 是吧 这个配分 呵呵 在选择谁啊 谁哦 呵呵 什么嘛 不是啊 是 他看向窗外整理他的思绪 但是他还是无法专注 慢慢沦陷在眼前的景色里 阳光躲在云后 仰射出成鱼子的剑成色彩 怎么啦 今天的天空很美啊 美丽 啊 真的耶 这样的时刻 就应该在山坡上享受美景 是啊 某某人 某某人 那你知道的那个人 谁 呵呵 你应 你应 你该不是在 想着 李杰吧 蛤 难道女主角真的喜欢李杰 什么鬼啊 阿杰 阿杰 我以为你是个怪怪女人 他说 你也真不够朋友 哦 我听人家说 你和李杰在一块了 是真的吗 哈哈 没有啦 我跟他怎么可能 啊 我们只是朋友啊 只是好朋友 反正李杰好像对你有意思 有没有想过给他一个机会呢 什么啦 别乱说 铃声响起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哇 下课了 啊 不然呢 他一口马来西亚口语回答 道 你看看我写了 的笔记 他把笔记放在信仪里 抓上 拿去吧 这些都是考试的重点开要哦 啊 佩芬 你真的好 他把目光转开 才察觉到了 座位蠢蠢欲动的身影 嘿 各位 那今晚 嗯 李杰 7点半去见你们 原来他是李杰啊 原来李杰是这个样子 什么7点点 佩芬在信仪里 还没 还在几把话说完之前 狠狠的踩了他一脚 当然接我们看电影哦 难道是影院时事 什么啊 萧芬 信仪心想 不会吧 今晚 不是应该只有我和你吗 所以 嗯 呀 哈哈 信仪这个 糊涂虫 今晚就派通你了 哦 你不议取了吗 啊 我还没告诉你吗 抱歉抱歉 我今晚刚好有事 家里有事情 所以 配分 哇 这样也行 真的吗 在我生日这一天 别闹了 快告诉我 你只是开玩笑 嗯 那么幸运 你OK吗 李杰 嗯 嗯 我看 还是改天 啊 没事 我没问题啊 我一样会去 眼睛为什么会发光的 配分和李杰 惊讶的长了 长眼 啊 呵呵 那太好了 那么今晚见吧 哈哈 闷在笑容的 他说完便匆匆的离开笑诗 或者是 你这一出客诗 信仪便狠狠的 登着干净得逞的配分 好姐妹 不要这样啊 笑声这样 嗯 看了就讨厌 假假装不认识他 嘿嘿 他说 他 你和他早早就认识了 对啊 认识 别听他乱说 我根本就和他不熟 人长得 帅就可以 为首欲为 欲为 乱说话了吗 哈哈 你看你看 你都承认了 他帅了 不不不 知道他那样乱说 好 我就不觉得了 哎呀 他是个好人 你会喜欢他的啦 喂 你也至少来陪陪我吧 嗯 你看他有多开心啊 他 说一说的一判 配分在信银 背后不远的桌子旁 留意到一个亮眼的物品 嘿 李杰等等啊 咦 他走了 怎么了 他的爱人忘记把书包带走了 嘿嘿 不如你拿去吧 待会再交给他 咦 我能说不吗 当然不能 别偷看他的包包 我听说他经常收到很多情书 嗯 闭嘴 好吧 那既然他 你 你都准备好了 快快醒来吧 啊 你还在影院时事里 影院时事 快起来 嗯啊 就在他一清醒过来 客室的场景直接消散 我都知道他在做梦 刚刚那是梦 我是怎么突然睡着的 虽然信银 弄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很 但很肯定是播放影片后发生的 影片已播放了一阵子 衣服 临时书包 所有的东西闪落一队 您希望 灵溪坐在中央 手里拿着纸刻 这纸刻 拥有完美的折痕 左右对称 他显然是极其细腻和精湛的工艺 这纸被灵溪毫不犹豫的搓烂 然后丢在地上 他眼睛毫无活气 也没看着自己在做什么 灵溪他? 怎么啦? 这时信银 无意间注意到了 通往房间的漆黑口和角落的一个 闪烁着围观那个金属表面反射出来的光 是淋浴 他举着手 闪烁着光 是从他手里握着金属物品发出的 他这次又搞什么 嘿 那那是 喂喂喂 那是我的吊坠 他一想淋浴 就立刻把吊坠给扔进去房间 通道 然后转身就跑 喂你干什么? 他瞬间投入仿佛之海 嗨 其真正的 其渐渐的赶下楼梯 不不 他往左右看四周 无助的他心里有意识 好希望吊坠就吊在附近 可恶!可恶!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? 臭混蛋 说着信银便奔跑进了房间通道 但他完全没意识到影片还正在播放 啊?为什么笑得这么诡异? 谢谢大家